8844.43米 一个迷人而又致命的海拔 也是珠穆朗玛峰 让无数攀登者魂牵梦绕的原因 最近热音的电影《攀登者》 把很多人带回到当年那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 影片中李国良的原型 就是成都理工大学1956级校友吴宗岳 他在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峰时 曾到达8500米的高度 1975年 吴宗岳在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 突击顶峰时 与海拔8450米处不幸遇难 长眠于哀哀雪山中 10月11日 继续来到成都理工大学 探寻这位登山烈士 学习成长的痕迹 1956年 在体育方面极有天赋的吴宗岳 顺利考入成都理工大学的前身 成都地质学院 1960年 吴宗岳大学毕业前夕 中国登山队决定首次攀登珠峰 并从成都地质学院抽调学生 吴宗岳和罗世民执行任务 今年89岁的周绍文 是吴宗岳在成都理工大学 读书时的体育老师 也是他当年向学校推荐 吴宗岳进入中国登山队 因为登山队员需要耐力 需要力量 需要手指的无力 一次训练当中 炮是在一万多米以上 一万多米到两万米 腹肿20公斤到30公斤 两三个小时 从身体的身体情况来讲 乃力 体力 这些都比较好 所以说这个学校要推荐 那么我就把它推 就推荐出来了 1960年5月 吴宗岳参加了 中国登山队首次攀登珠峰 和负责后勤的队友们 将氧气和物资 运送到珠峰8500米的高度 有力地保障了队友们的攀登 然而 这次的成功攀登 因为没有留下影像资料 竟没有获得世界的公认 之后 吴宗岳被对立选派 去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 学习摄影技术 他很快成了一名优秀的摄影人 摄影的时候 那回来 害怕那以后 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于是如果牺牲这件事情 就影响到这个 那还培养了 几个这个藏畜队员 那专门学会藏文 把这个摄影的 有些东西翻译成这个藏文的时候 让这个藏畜的 这个队员这个学习 所以说 那把鬼家的思念 看得很重 吴宗岳烈士是成都理工大学 原找矿系教授的第一届学生 在该校的一栋教学大楼里 原找矿系 六五一一三番毕业 五十周年同学会 正在这里举行 毕业后 一直从事地质工作的王志光 回忆起这位比他早十年进入学校的学长 依然是十分的敬佩 他十六年年 从我们成都地质学院找矿系毕业了 他在没有毕业的时候呢 就被入选 中规登山队的首批的队员 并且呢 参加了攀登 珠穆朗玛峰的首次的 这个人类从北风攀登的这个壮举 我作为当时的一个在校学生 我对吴宗岳学长就非常的敬佩 吴宗岳师兄 他所体现的这种这个坚人不爬的 迎来而上的这种精神的话呢 正是我们第一次人所最坚 最苦贵的一种精神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